大家好,我是跑野的孙仁仪 今天从办公室的同事CC老师里面A了一双鞋 那这双鞋是K天王的新品牌 大家其实已经官宣了蛮久的 那这双鞋为什么会来到办公室呢 是因为我们CC老师参加了高尺主办 而有K天王执教的训练营 那作为训练员的福利之一 除了手表之外 还有一套完整的N-Normal的装备 包括鞋子、衣服等等 其实这双鞋在去年霞木尼的时候 在Expo的展位上面就已经展出了 当然那时候的展位也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想看看K天王亲自参与了 长时间的设计测试的第一款跑鞋 是怎么样子的 这双鞋我们不一定能叫它是越野跑鞋 因为其实这双鞋它适合天空跑、路跑、越野跑都可以 这个鞋的受到那些尊重自然的人的启发 而设计的一双鞋 这个名字叫做KJOL 其实它是一个挪威语 是来自挪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分景地 K天王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 都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小孩 在挪威生活以及训练 那可能这也是为此它受到启发了 起了这双鞋的名字 整个官网上已经出了好几双鞋了 这只是第一双 现在主要的越野跑鞋它都会中底更厚 但是其实这双鞋的中底没有那么厚 中底材料叫做XQ 那根据K天王在去年正式发布这双鞋之前的测试 它曾经穿的一双测试鞋跑了近1400公里的路 然后跑了四个比赛 夺冠三次 作为一个环保理念 它希望它有很好的耐穿性 这双鞋的中底第一个除了它的弹性很好 重量很轻之外耐久性也非常的好 鞋面的材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越野鞋 都会用的这个MATRIX材料 它有非常好的耐磨性 以及它的这个弯折性都非常的强 其实这边也是做了一些保护的 但是不是非常的多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底的外侧 其实是在鞋面的外面 所以说当你在跑动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碰到小石头 这种台阶主要的保护都在这里发生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没有在鞋面上说做更多的保护的原因 大底呢 其实都是我们其实一直看到 这个Vibram的Light Base的大底 它的尺其实没有那么厚 应该只有3毫米左右 从产品设计角度来说 它是更偏向于速度型跑者的 虽然是Light Base还是有一些尺的深浅 其实和这双鞋的适用性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许这就是K天王说的 它的这双鞋可以做路跑的原因之一 而且这边其实中间是有一块板的 但是这块板不是一个碳板 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上的防刺板 跑动情况下可能还是会碰到一些尖锐的物体的 所以说它在这下面是有一块小板 但是因为不是一块碳板 所以它也没有特地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后跟的部分还是包裹了一些比较多的海绵的 鞋舌其实我们看到都是现在主流的竞速鞋舌的一个设计 都已经是非常的薄和轻 这个后跟能够看到其实它是高出来一截的 那这个其实一个是保持一个鞋的稳定性 包括越跑你要全场之后几乎不可能在整场比赛 后面有一块额外的延伸 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的作用 它的前后跟的这个相差其实只有6毫米 它的前场高度是17.5毫米 它后掌的高度则是23.5毫米 这个位置它相对来说做的是比较宽的前掌位置 长距离一夜跑之后跑到后面你的脚会肿胀 比较宽的前掌的话会让你在后半层的时候比较舒适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 这双鞋是没有鞋垫的 那可能这也是极简化的一个设计的一部分吧 在K天王的解释里面 他觉得没有鞋垫 你减少一层摩擦 可能会减少你产生水泡的原因 拿在手上应该是蛮轻的 让我们来称一层 226克43嘛 那K天王是什么 他那双鞋就是200克 所以这是一双来自K天王自己亲自研发设计的跑鞋 至于究竟穿得怎么样 也要等我们陈老师下段时间上山之后才可以告诉人 下次再见